无独有偶 西蒙也响应国家元首预令 发文告要求国会应在8月1号前召开 以符合宪法规定 西蒙主席李社会傍晚发文告重申 根据联邦宪法第150之三条文 国会必是在8月前召开 以让国会议员能够就紧急状态 以及包括国家复苏计划 抗议措施 以及为人民提供援助等课题进行辩论 针对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建议 设立委员会研究混合式国会 西蒙表达愿意派员加入的议员 但认为这不应该成为推迟国会复会的借口 西蒙也会向国会议员收集请愿书 并提交给国家元首 证明重开国会的要求 获得多数议员支持